路面刨除工程 就在台东市民权路上 建设局派出施工单位 刨除路面重新铺上搏油 仔细看当时车道封闭 有人只会交通 施工范围还用三角锥 区隔开来 但是这样的工程 却让44岁的王姓妇人指控 害她流产 当小孩子取出来的时候 一死 新交是零的 我有问台中医院 因为我要的 我要我小孩子死因 她丢两个字意外 拿出超音波照片 小手小脚小身体 王姓妇人说 这个宝宝还来不及 来到世界上 却因为路面刨除工程丢了命 决心提出国赔一千万 台中市府却不闻不问 真的很扯 真的就像人家说的 真的可以形容坐碰碰车一样 在今年1月23号晚上7点开始 台中市建设局准备进行 连续12个小时刨路修补工程 当天晚上9点多 怀孕的王姓妇人 坐上男友摩托车 经过跑路路段 路面颠簸 不断跳动 妇人回家后身体不舒服 又到医院检查 最后流产 1月28号妇人向建设局申诉 工程害她流产 直到2月16号 妇人决定提出国家赔偿 在国赔的程序的部分 我们会尽全力的来协助她 那当然在客观的事实的部分 我们会给予最大的一个协助 台中建设局拿出影片 说明事发路段 除了架设为离 还有工作人员指挥 要说刨路导致流产 可能性有待伤却 44岁妇人怀孕第8胎 满心期待再添丁 但眼看孩子没了 除了呼吁孕妇尽量避免搭乘机车 只求官方不要推卸责任 查明真相 记者连家庆在台中的综合报道